對了, 他出院了, 回家了沒有? 他回家了, 他沒事 不過那個駱Sir應該上了他的道 看來這個駱Sir和他不僅僅僅僅 對, 他平時也不喜歡給朋友上家 尤其是男生 現在這個駱Sir竟然可以登堂入室 難道是他拖友? 不好吧?做普通朋友就任他 教書人好嗎? 我們別猜猜一下 Carmen也這麼大 我們別管他了 他肯讓我管就算了 我約了林太太打麻將, 時間到了 我也要回家去找找找的事 我的司機載你們 好 好, 讓我去那裡先走了 對了, 記得提提阿芳 那煲湯有半小時就要關火了 你的工人蠢得慘了 我有你就可以了 不用說了 還有, 你做人的老婆 不懂煲湯不行的 行了…你有時間就上來教我煲湯吧 我今天約你來是想謝謝你 謝謝我? Carmen進了醫院 多虧你陪著他, 又跟他出院 那不用客氣 其實朋友應該互相幫忙 對了, 你的車撞了, 弄好了嗎 我等朋友介紹 我沒有雙屬車房 我怕被人挾到頸血 那不如叫我的伙計幫你拿車去煲湯吧 我先生有間車行的, 頂峰車行 那你的車拿去那裡的維生部那裡煲湯 那就不怕被人挾到頸血 我給你一個白折 那怎樣的意思 那一向就這樣說了 明天你預料有人會拿你的車去煲湯 你去Carmen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那真的謝謝你 而且我看得出你很疼愛你的妹妹 當然, 我這輩子只有她這個妹妹 那你別介意我多口問 我發覺Mr.Ku好像對你不太友善 譬如像她生日那樣 那天我陪她, 你們沒有跟她慶祝嗎 你那天陪她過生日嗎 是呀, 我們去九龍城吃潮州夜 我們那一晚本來全家人 打算跟她吃潮州夜 誰知道一坐下, 她…Carmen很喜歡吃家鄉菜 她那天生日也吃得到, 也好 Mr.Ku那天也很開心 她還說你們小時候 最喜歡玩顧人家哪一隻腳臂 她真的這麼說嗎 我們兩姐妹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弄鬼人 哪一隻腳臂 我們就伸手上去假裝她碰那個人 腳臂的人一定會嚇到鬼叫 真的很開心, 很過癮 現在看來你們倆就像兩姐妹 因為你們倆說話的欲緊程度 是一模一樣的 小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們爸爸媽媽要去新加坡工作 我們就要跟姑媽一起住 我那時候覺得世界 好像只有我們倆姐妹那樣 睡覺在一起, 上學在一起, 玩也在一起 兩個人相依為命 我們感情又怎會不好 有一次我被一隻大牛龜敲不敢出聲 Carmen竟然幫我出頭 她小時候就像一隻小辣椒 保護我一會兒 有時她像姐姐比我更多 我還記得有一年學校大考 我們半天三更還在溫習 但不敢開燈怕被姑媽罵 於是兩個人就蹲在騎樓上 拿著一支電筒 你照顧我, 我照顧你 就這樣來溫習 那你和我學校的關係 是最近開始才差的 應該是三年前我結婚的時候開始 不好意思, 我想我考慮太多了 他們會不喜歡的 明白, 主要的原因是… 整體說… 魏太太, 不好意思, 我來遲了 魏太太, 繼續 我們在亞洲地區的投資收益是最大 主要的原因是 整體的環境投資氣氛 已經由谷底反彈 我們千兩年在國內投資的地產 以及越南緬甸的娛樂城 已經開始步入收盛期 另外, 你準備和泰國普吉娛樂公司 合作投資的夜總會項目 雖然魏太太已經看過他們的財務報告 認為這間公司的財政是穩健的 但現在泰國的局勢不太明朗 我認為暫時把這個投資項目押後會好一點 我不是這樣看 對, 我相信有危就有機 但我們現在說整個投資成本 要二億多 我們收到消息 說泰國政府會出兵鎮壓暴亂 沒人知道會亂到何時 正正是這樣的環境 我們的投資可以小很多 況且我們隨時可以押價 謝謝… 好, 我們盡快把其他地方的 流動資金調回來 我要泰國這個項目隨時上馬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是呀, 魏先生 葉律師來住在外面等你 叫他進來 知道 好, 今天到此為止 好 好 對了, 我和Stanley也有很多事談 沒那麼快 你肚子餓的話先吃東西, 別等我 大家慢慢談吧 Stanley 魏先生 Stan, 這邊坐 小龍和眼鏡虎的案件 我已經找了一位置業幫忙 出了金牌大狀, 應該沒問題 絕對放心 對了, 最近的貨物如何? 有學生兵團幫忙, 貨物出得不錯 在九龍城那邊比較棘手 警察釘得很厲害 警察不是白出糧的 也要做點事才會智癢 好, 久不久就拿著彩 叫那些小龍暫時休息一下 等小龍和眼鏡虎的案件結束 對, 魏先生 魏先生, 早前柴秘出了事 我找人安排了他再早回大陸 收到電話, 他本來被谷安抓了 我怕他會爆大惡 要不要找人上去做點事? 不用, 找柴秘家人聊天 看看他們有甚麼需要 安家罰一定要給人的 如果做足夠的功夫也貪得無厭 不值得幫忙, 是嗎? 我知道要怎麼做 由於恐慌證據不足 本案第一被告姓世龍 以及第二被告安景符 販賣毒品, 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 退庭 乾 謝謝, 魏大狀 我早就說你們不會有事了 謝謝 不用客氣 這樣下去, 俊興一定越來越囂張 好啊, 越囂張越容易出錯 手裡的線一天未斷 一定有機會 你的訊息報告說 古家南不趕魏豐 進林天江不像幫他做事 你肯定嗎? 我這次的分析不會錯, 相信我 古家南始終是魏豐的衣仔 這條線你拿了在手, 別讓他斷 等等 Misku, 是你嗎? 麻煩你 麻煩你 我有個環保袋給你 不用, 外面有的士搭 多捧一會就行了 待會搭一搭的士又吹酒 我不幫你收拾的 那好吧, 謝謝 對了, 聽羅Sir說 你前幾天才出院 為甚麼不休息久一點 我沒甚麼了 就快要比賽, 我要看那麼多學生 對不起, 最近很忙 所以沒時間探望你 不用了 如果讓學生剛才看到你這樣幫我 以後一定不會叫你做 Misku, 是Kool, KOO變成COOL 不錯, 名字之中也很好 原來你早就知道, 你真是大方 一點都不介意 我是Kool而已, 我不是小器 看得出, 之前你為了辭職的事 因為跟羅Sir有點擅長 但現在看你們好起來就好了 慢慢看清楚她的事 其實真的不錯 再收下放口就更好 其實之前我都不太認同她的教學方法 但慢慢相處 又發覺她對學生真的很好 還有, 我覺得有一件事 你們很相似的 不是 怎麼了?你反應跟羅Sir的樣子那麼大 真的, 你們倆都這麼有正義感 我覺得你們會很相似的 這輛車是不是羅Sir的?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小鈴鐺, 訂閱吧